回到民事晚间新闻 2012双英对决 我们先来看的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蔡英文阵营目前已经展开文宣公示了 在之前的网路跟电视广告之后 今天下午又发表了首播政策文宣 包括了Q版库卡 还有小英之友会招募 跟小额募款等两种海报 可以提供民众来索取 蔡英文办公室还透露 上星期五才起跑的小额募款 目前已经募集到七位数字了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首张Q版库卡 正是两项 每一张你都可以把它撕下来 送给你的好朋友 或者寄给远方的亲人 那这张库卡 代表着我们对台湾的承诺 也代表着未来有机会执政的时候 我们要去执行的具体目标 比斗大的TaiwanNext 现在决定未来的竞选主轴 搭配蔡英文人头照当封面 摊开来 还有三张蔡英文下乡与民众合影的照片 分别诉求公益 经济和环境等三大政策 单张撕下来还可以当明信片 此外 蔡英文办公室也推出 只要10人就可组成小英之友会 以及小额募款等两张海报 上个星期五正式的发布小额募款的一个活动之后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我们就得到了七位数的捐款 凭总统大选 蔡半的文宣和走透透行程 双管齐下 要累积决战能量 民事新闻 葉齐成 沈静红台北报道